所有的门都打开了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款车呢 现在还没有正式上市 所以今天呢 我们只是一个静态体验 刚才他们店里说了 因为没有上市就没办法坐临牌 因为它的一些相关信息呢 还没有登陆到车管所里 长城之前确实推出过一款MPV车型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叫家喻 时间已经非常的久远了 那高山出来之后 长城的MPV车型正式回归 这款车的车身尺寸非常的大 这个特别适合家用 而且也适合商用 它的车身长度是接近5米1 轴距是接近3米1 外观呢 正好和它的车名相贴切 高山流水 这种直铺式的中网格杂 那可以看到它的浮条非常的粗 是采用了电镀 很亮 前大灯呢 这种造型呢 也是当下比较主流的 这种一体式的设计 远金光一体 这是它的日行灯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总成呢 它挺有科技感的 下光边角这一块呢 也是使用了度过的装饰 将它的轮廓剥了出来 同时你可以看到它整个车轮也是采用了这种电镀的 非常的亮 为了和它车头织布式的中网做相互应 你可以看到它的尾部的尾灯呢 也是采用了数项的设计 这种数项设计 同时呢 上方是一个贯穿式的灯带 将左右两个尾灯进行一个串帘 这款车呢 之前啊 在成都车展时候体验过 当时人特别多 它的座椅呢 是有两套不同的方案 今天展厅这里面的这个套方案呢 是零重力座椅啊 它有一个航空座椅 这是上车的扶手 非常的有仪式感 而且呢 很大 你可以看到一些细节啊 看到了吗 它的扶手很长 而且呢 是两个啊 上面的是给成人用的 下方的是给儿童用的 可以看到下方的 其实它的这个台阶呢 是两级的台阶 这种设计呢 很好啊 小桌板也是很轻松的 就会折叠出来 零重力座椅呢 它的最大的看点就是一键可以变成零重力悬浮座椅状态 就是这个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第二排确实非常的舒服 这个座椅包括它皮质的触感 还有它的填充的陷入感都是相当的到位 第二排有冰箱 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第二排呢 能增加一个大踩电就更好了 第二排的另一个看点就是它这个冰箱 这个冰箱呢 是同级V1代压缩机技术的 它的温度范围呢 是0度到50摄氏度啊 好 我们现在呢 是来到了高山的第三排 这个第三排的腿空间呢 非常的宽敞 而且现在第二排的状态也是非常的OK的 所以这款车呢 要得益于它的整个车身长度 还有就是它这个共轨技术 因为很多的这种三排的车型呢 它的第三排是有个台阶的 大家没有发现 因为它这个整个座椅呢 是放在那个台阶上 长途旅行一定要选一个空间比较大的MPV车型 电动尾门 打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行李箱 现在是一个三排座椅呢 都升起的状态下 而且它的后排座椅呢 还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姿态 那此时第三排的行李箱空间 可以放几个登机箱是没有问题的 背包 而且这款车它的第三排座椅也是很有特点的 而且它的一个收缩方式呢 是独创的 是一个叠形 而且收缩完之后呢 它的行李箱的空间就会更加的宽大 还有就是它的第三排座椅靠背呢 可以向后躺到180度 好 我们现在是L的前排来感受一下 我现在是变身司机 后面呢 是我重要的乘客 当然还有自己家庭的成员 首先应用眼帘呢 就是它这个长条的大连屏 它确实是一整块屏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主驾前面的仪表盘 它整个尺寸是达到了27英寸 它的车机呢 是CafeOS2 这是它们的第二代的车机系统 刚才我们体验了一下它的语音交互 确实很快 而且呢 一些其他的功能呢 也是很全面的 你看到咖啡生活 包括抖音 540度的透明底盘 车辆呢 就是一个透明的状态 包括车门的开启 它都可以显示 而且整个360的全影拼接呢 也是不错的 高山采用的它的动力系统呢 是一台1.5T的四缸无论增加放弃机 匹配P4结构的一个系统电机 系统的总扭矩呢 是达到了762牛米 百公里加速呢 是5.7秒 同时它配备了一块37.96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组 纯电续航呢 是150公里 这款车还没有正式上市 静态体验了一下呢 这款车确实有一些比较有看点的地方 但是呢 也有自身的一些在市场竞争力上的不足的地方 它这款车啊 蛮有大彩电 这个不知道后续版本会不会有选装 从目前来看的零重力的这个版本当中是没有彩电这个配置的 大沙发 大用箱它都有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OK 那车期视频呢 就说这么多 我是你们的教师傅 这款车呢 你们喜欢不喜欢 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留言板就留言 要很快点 Корbett吧 就像了些资格子的报告 好的 老闆 来说我们就知道说你们的内容 Skit啦 location 这样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下午下 我们下午下来